从卦上看 待望可能不得善终 那么还有多久 少则七八年 长则十余年 那么也请侯爷替我算算 看看我今后如何 好 这个卦可就有点怪了 从卦象上看 但非大夫死于非命 而且是冻死的 我冻死的 我冻死的 好 冻死总比热死好 那么你给自己算过没有 算过 既长一生艰难坎坷不过 倒也能善终正寝 西伯侯 时间不早了 该上路了 非证 还有事待办 先走一步了 先走一步 不送 好 侯爷 刚才你们究竟谈些什么 刚才我给大王算了一卦 怎么样 从卦上看 大王可能不得善终 你怎么能在他面前说这种话 非众是大王的宠臣 万一他要在大王面前搬弄起是非来 不会吧 今天幸亏他在大王面前帮你说了话 不管怎么说 赶快上路尽早离开 对 走吧 快走 一路保重 一路保重 快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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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王 极肠经胡言乱语 妖言诅咒 说大王 说大王不能善终正寝 王位不会长久 大胆 他竟敢说出这样不敬的话 他说什么不能善终正寝 是 是 是 你问问 他又该如何司法 臣问过 他说自己能善终 而臣却是冻死的 简直是一派胡言 带我杀了他 看他如何善终 传令 命朝天快马捉拿几场 不得有 是 只要今晚能够出关 我们就能躲过这场灾难 西宝侯请留步 大王有令 西宝侯请留步 大王有令 请回 姬汤 我放你回去 你不思报恩 反而口出狂言 说我不能善终正寝 王位也不能报 你欺君犯上死罪难受 大王 大王 臣虽愚蠢 但上之有天 下之有地 中之有军 中军之道 臣时刻不敢有望 往大王明见 你还敢巧言强辩 推下去 战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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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万不能战 请战王收回成命 你们不经通传 何故闯进内殿 臣等听说 战王去而复返 古特来问个明白 战王他竟敢污蔑战王 口出不信 你们说他该战不该战 战王 臣学的是先天神农福袭 验臣的八卦 能断人士之吉凶 不是臣故意孽造辱骂战王 臣不过是拒术直言而已 至于他推算得准与不准 那是可信也可不信 你想用妖术诽谤我 战王 既成若是算得准 那说明他没说假话 臣以为今日可以先让他算算眼下有何吉凶 若算得准可以放了他 要是不准再杀也不迟 还有什么好算的 推出去 战 战王 斩姬昌势小 社稷安危势大 姬昌善言八卦 人所皆知 且得诸侯敬仰 百姓亲父 战王 要是为了一句话而斩姬昌 恐怕群臣有所非议 那好吧 就依武成王所说 叫姬昌当场演算 如果不准栗斩不赦 谢戴王恩典 不准栗斩不赦 戴王 明日太门有火灾 要赶快把宗舍神主搬走 火灾 那何时起火 五十三克 是 先把他押下去 严加看管 在明天五十三克以后再说 是 大家分头巡视 今明两天不准外人进出太庙 不准文乡 要严加看守 是 无烟无火 我看你这火从何而起 这可怎么办 时辰快到了 非洲已经令人守住太庙 好端端的怎么会起火 西伯侯这一挂要是不准 就难活命了 我们在这等也不是办法 我看还是命令两个神射手 准备火箭 看准五十三克将剑射进太庙 不行 放火烧太庙 若被戴王知道 不但救不了姬昌 连我们也有杀身之祸 那怎么办 难道就看着西伯侯就这么白白的惨死吗 不急 还未到最后时刻 尽管齐便吧 走 风平浪静 你这条老命怕保不住了 费大人 时辰快到了 好 太庙 我看不可能起火了 你们在这继续看守 我回去报告带吧 是 是 这季昌是一派狐言 是有意戏弄于我 来人 把他带进来 是 罪臣季昌参见代王 你的挂补得不准吗 这回你死而无怨了吧 代王 时辰到了 把他拉下去 斩首 走 带雷雨过后 再行斩首 我看戏伯侯难逃结束了 我去太庙放一把火 不要鲁莽行事 再等等看吧 快 不好了 太庙起火了 快 快 报告 被他回去 快快 代王 风雷已过 可以仰鸡昌推出斩首了 好 把他推出去吧 带王 带王 太庙起火了 王爷 太庙起火了 太庙真的起火了 真的是太庙起火了 真的 还烧得挺厉害的 快去看看 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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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鸡昌展卦 果然灵验 快快 真是奇人 水来了 这枪大火总算救了他的性命了 是啊 去 我们求代王放了他 走 好 代王 鸡昌这次虽说战算得准 也许是偶然巧合之事 依臣看还是不能让他回去 这 我已经在众臣面前取下了诺言 不好收回 臣到有一计 要他回不得西齐 代王 代王 今天正午时分 太庙起火 鸡昌补的卦果然灵验 望代王赦鸡昌直言之罪 是 代王 您曾许下诺言 如果鸡昌的卦灵验 就设他无罪 万望代王恩赐 好 去把鸡昌带上来 是 代鸡昌 代鸡昌 代王 你的卦果然灵验 我可以免你一死 不过 你现在只能站住有礼 待国室安宁之后 你才能回到西齐去 谢代王 多亏王叔将军的宝奏 既长才幸免一死 来 来 干 干 这是你西伯侯补挂灵验 代王他才不得不赦你无罪 是啊 侯爷先去有礼 忍些时候 等待王回心转意的时候 自然会让侯爷回西齐的 但愿事情能像王叔所说的那样 可是 向你西伯侯最多在那住各把院 我等一有机会就会面奏代王 然后也回西齐去 谢谢二位的好意 天意难为 不过请放心 我一定做到 随御而安 这杯酒 这杯酒就祭奠东伯侯将还储吧 东伯侯将还储浑夕安息 太阳定要为父亲姐姐报仇雪恨 愿父亲大人在天之灵 安息吧 咒王无道 朝政腐败 众袍落害忠臣 沉迷酒色 毒杀王后传令展太子 如今又残害我父 这样的大王还能令四海臣服吗 不得了 这样的大王我们还要向他效忠吗 不得了 我们要替天行道 要号召各阵诸侯反上朝阁 大王 东伯侯之子江文焕为了给父亲和姐姐报仇 率领各路诸侯举兵造反 什么 他们竟敢举兵造反 江文焕领兵二十万只取游魂官 我老就知道他们要联合江王后行刺于我 以串夺王位 不把这些祸根除掉 朝廷绝无安宁 大王 大王 量江文焕乃萧小之辈 不足为患 可命黄将军带兵前往平乱 相信举手之劳 大王 废大夫只言诧异 黄将军同帅三军保卫朝哥 怎能带兵远征 那以王叔之见 以老臣之见 只要派人谨守关爱 等叛军锐气一过 其乱可不战而平 也可免去生灵涂炭之灾 该派何人前往 大王 可令陈唐官总兵李靖加紧操练 谨守陈唐官 叛军当不攻自破 好 传令陈唐官李靖加紧练兵守卫陈唐官不得有误 总兵李靖听令 臣在 陈唐官乃朝哥门户之要塞 总兵李靖责任重大 党加紧操练军事 谨守陈唐官不得有误 臣遵命 请大人到后香喝茶 下官还有要事在身 不便久留 告退 为之恭送大人请 大哥 听说东伯侯给大王杀掉了 他的儿子江文焕才造反的 是啊 有人说大王最近处死了不少朝廷的大战 朝哥也乱得很 幸好父亲是守边关的武将 朝廷的事连累不到这里 父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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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会不会和江文焕作战 是啊 你说呀 父亲 只要叛军压境 我们就奋起营敌 尽忠报国 明天我就下令操练兵马了 是 老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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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夫人要生孩子了 真的 父亲 年怀胎三年多 终于可以养孩子了 你才是弟弟还是妹妹 待会你就知道了 走 走 夫人 你觉得怎么样啊 我 我 我想是快要 我 灵盆了 你怀孕 已经三年零六月了 总算是要生了 老爷 请先回避一下 哎呀 请上天四夫人 平安生下灵儿 怎么回事 什么东西 老爷 老爷 你快来啊 怎么了 老爷 怎么了 夫人他 剩下了一个红球 红球 怎么会是这样 妖怪 妖怪啊 这可怎么好 是个小孩儿 寒儿拜见父亲 母亲 你 你是妖怪 母亲救我 老爷 老爷 不要乱来 无论如何 他总是你我的儿子 我们不能要这个妖怪 我不是妖怪 不行 这太奇怪 老爷 有一位道长要见你 你们先看着这个妖怪 我父亲马上就来 父亲 这位道长要见你 道长是 平道士 千元山金光洞洞主 道好太义 不错 江锦刚才生了位公子 特来贺喜 有什么喜的 生了个妖怪 妖怪 贵公子不是妖怪 还是大有来头 父亲 这到底怎么回事 能不能带公子出来给平道一看 将军意下如何 好 金扎木扎 你们进去就知道了 把他带出来 给道长看看 请 好 将军一共有几位公子 原来有两位 张子教金扎 拜五龙山云霄洞文书广法天尊为师 次子教木扎 拜九宫山白鹤洞普仙真人为师 那你刚才生下的第三个儿子 平道就收他为徒 好 那就给他取个名 好 那就给他取名为哪吒 哪吒 哪吒 小弟 多好玩 真好玩 弟弟生下来就能走路 还会说话 这位道长收你为徒 你就拜师 拜见师傅 好 好徒儿 王后你的名字就叫哪吒 哪吒 好名字 这两件宝物 一件叫乾坤圈 一件叫魂天灵 就算师傅送给你当见面礼了 多谢师傅 平道 这就拜此 等后世纪再跟哪吒许师徒之缘 希望此子早结仙缘 好 原来是太义道兄先驾光临 不知有何训事 平道这次下山收了一个徒弟名叫哪吒 将来是你的先行官 可是呈堂气数未尽 江上的事业也难急于求成 这个自有定数 现今朝歌妖怪作祟 你可先混入朝歌民间 等候机会收要降魔 先做一番善行 不是比在深山苦后更好吗 道兄言之有理 算什么呀 听说接上来的信江的算面还挺厉 走走走 咱们一起算一块怎么样 好 一块儿去吧 你一生有很多丈夫 可没有一个是真的 而且可能永远不会有丈夫 我做了泥姑了吗 那倒不是 这就没有道理了 很多人要娶我吗 我是说没有一个是真的 那些送金送银给你的 都不是你的真丈夫 不过有一个送不到三文钱烧饼给你的 那就是你的真丈夫 你要是错过了 后半生就会很苦 是 嗯 嗯 哎 还真有点儿 是啊 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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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嘴姑娘 啊 是你呀 崔姑娘 我刚才到万花楼去找你 找我干吗 啊 啊 嘴姑娘 我 我知道你喜欢吃烧饼 所以 我就特地做了几个 四 送给你 烧饼 是 你看 喂 阿牛啊 人家小翠是万花楼的花魁 你舍得十两黄金去跟她睡一觉吗 你是买烧饼的 我是砍柴的 甭想了 走吧 你那烧饼多少钱呢 三明钱不到 送给你的 三明钱不到 今天一百三 真灵真灵 什么真灵啊 我说那个下命的真灵嘛 怎么个灵法 我就不信你的邪门 不信你去试试 要灵你来告诉我 那好 我去试试看 这烧饼 今天晚上你给我送去吧 先生 我想起一课 这位大哥要问什么 从前的我已经知道 未来的我不想知道 你就算我今天有什么事吧 好 你取瓜帖来 你今年多大年纪 生于何日何时 今年二十五岁 生于八月初一 嗯 你一直往前走 树下已老走 轻敷一百文 四个点心两碗酒 你一定不准 我卖柴卖了这么多年 从来没有卖过这么多钱 也没有人请我吃过点心 喝过这酒 你找我的话去试试 包你准 准了再来给钱 好吧 那我就去试试 卖柴华了 谁要柴华 您要柴华了 不要不要不要 卖柴华了 好好玩哦 谁要柴华 这位小哥 你这柴华卖多少钱 我要九十文 九十文 好 你等着啊 我给你拿钱去啊 好好好 我就是要叫你不灵 哦 别哭别哭 乖 别哭别哭 出什么事情了 他摔了一跤 小孩子调皮 谢谢你啊 好 等着啊 好好好 小哥 这是九十文柴钱 好 这不是给我的 是的 这是我们园外给你的 今天是我们园外孩子的生日 我们园外请你喝酒 吃点心 另外这十文钱也是给你的 谢谢你帮助我们小少爷 他真灵啊 真的会有这种事 老师你来了 来来来 这种事啊 这种事啊 真的 一边也错不了 来了 江先生 那简直就像神仙一样 连万花楼的阿翠姑娘 都说他灵 不信了 你们去试试看嘛 我也想去试试 看看 我有没有一个老婆 我也去试一下 看我什么时候能发财 走啊 走 走 你们试试看 这个算命先生 真是散了一个地域 真神啊 闪 山王佳 国神社 乃一负 宗国神社 就有礼敬把关坚守 请问各位有何妙策 要是应公必遭惨重伤亡 就算胜了文太师 也未必过得了陈堂关 不如我们联合更多诸侯再伺机发兵较为上策 周王的铁木江山大概气数未尽 这是迟早的事 周王无道 曹菅人命 不枉不成天理 朝阁日渐腐败 正如一个瓜再从里面烂出来 要是没有文太师笔干等于衷之辈 商周何能支持到今日 为免遭生灵涂炭 还是静观其变为好 好 就依照老侯爷的意见 我们暂且按兵不动 先休养生息 练兵储粮 一方面要联合更多的诸侯 加强实力 待机举势 功上朝歌成 好 总有一天 我要亲手杀了这荒阴无道的混军 为我亲人报仇 为民除害 带王 文太师传来消息 说江文焕已带兵撤退 各路诸侯也不敢妄动 带王 这下可高震无忧了 哈哈哈哈哈哈 这些萧萧之辈不自量力 他们竟敢妄图夺取我的江山 哈哈哈哈 他们真是白日做梦 带王是真命天子 谁能动得了你 爱奇 你就动得了我呀 这 我不成了大罪人了吗 谁要是得罪了我的美人 我 绝不答应他 嗯 像费大夫这样的忠臣 当然是不会了 说真的 承汤得享太平 费大夫真是大有功劳啊 尽忠待望 为国为民 这是微臣应尽的责任 论功行赏 费大夫应居守功 美人 你既然这样说 我就讲他黄金万两 珍珠两壶 谢贷王恩典 好 你可以回去领赏了 谢贷王 谢贷王 美人 如今外藩已平 内臣如有异议 由你的袍落镇住 我就可以安枕无忧尽情享乐了 我要多想点新鲜玩意儿 套代王欢心呢 没事 你真好 你真好 太美了 太美了 姐姐 姐妹们 姐姐在这儿吗 太美了 你们可来了 漂亮 从来也没见过 就是 你看 想你们想的好苦啊 还说想我们呢 你在皇宫享尽荣华富贵 说不定 早把我们姐妹给忘了呢 是啊 你想了这么久的福 也不带我们来宫中娃娃 还购念我们的姐妹情分呢 看你们说的 一见面就说气话 你们以为这里面是天堂呢 实际上我每天都在担惊受怕 你已经迷住了咒王 还有什么可担惊受怕的 那帮大臣恨死我了 这倒没什么 前些天来了个叫姜子牙的 他拿了把桃木剑 差点把我的性命给送掉了 他是何人竟敢如此大胆 要是让我们姐妹碰到他 定给他点厉害看看 妹妹不要担心 姐姐福大命大 我遇见一个叫深宫豹的 她可以克制姜子牙 这就得了 来 各位姐妹 我们一同享用人间的美味 来了 来 坐 坐呀 姐妹们 来 喝呀 让我们共用人间的美味 来 干 干 说真的 我好久没有这样高兴了 姐姐 你不是说咒王什么都依你吗 你就把我们姐妹都弄进宫来 这样我们姐妹就可以天天见面了 这倒是个好办法 各位姐妹 以后我们都住在皇宫好不好 好啊 太好了 来 你们去看看王后怎么还不回来 是 大王 王后到 王后 你不是说昨天病了吗 现在好了吗 我不舒服 是骗大王的 这是为何 你难道不知七军可是要杀头的 我只不过是跟大王玩玩吗 这有什么好玩的 待会再告诉你 你这是弄何玄虚呢 快给我讲清楚 好吧 我就讲给你听 不然 你会杀了我的头的 我怎么会杀了你的头呢 美人要是没有了头 那还了得 到底为何快讲给我听 这些日子 我给你挑了些美女 昨晚已经训练成熟了 今天表演给你看看 原来是爱妻为我作乐费尽了心思 快把她们找来给我看看 好吧 我们一边喝酒一边欣赏 好主意 快叫她们上来吧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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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带王 来呀 来呀 带王 多美的地方 想不到王宫这么好玩 就是啊 太漂亮了 你看多美的花啊 你看这儿 我们常年住在那些山洞 哪有这么好的景致啊 哎 听说朝歌是个非常繁华的地方 我们何不到那儿去玩玩呢 刚进宫 你们就要出去 哎呀 怕什么 我们又不会惊动那些守卫的 是啊 带王昨晚喝了那么多酒 太阳下山也不会醒来的嘛 姐姐 就让我们去嘛 让我们去吧 好吧 不过你们要小心 走吧 走 傻样就是 好 谢谢各位朋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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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给大家变个戏法 来 knees 再来一个 好 再来一个 来这全国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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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奇怪 今天是是是是 这哪看见 这哪看见 这看见不是这么好的戏法 是真的 两位来了 是啊 二位姑娘请坐 请问二位要点什么 你们有什么 我们就要什么 我们这什么都有 我怎么能知道你们要什么呢 就要那个 哦 来了 姜子牙真是神仙啊 他算我会发点小财 我就发了点小财 是啊 他指点我 逼我一次灾难 我要好好谢谢他呢 嗯 在这城里的人啊 谁都知道姜子牙是活神仙 每天找到算命的人可真不少啊 是 可真是门庭若市啊 嗯 哎 他们说的就是那个姜子牙 看来他真有点本领 嗯 来来来去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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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先生 给我算算命吧 我嫁了五个丈夫都死掉了 现在第六个丈夫又快死了 你快给我算算 我的命干嘛这么苦啊 先生 你干嘛老这样看着我呢 看得我怪不好意思的 请把手伸出来看看 先生 相命干嘛要看手呢 就是 先看手相 后算命 好吧 那就看吧 你为何老捏着我姐姐的手啊 你一般年纪的 难道不知道男女之别吗 你们看哪 这老色鬼欺负我姐姐了 就是啊 姜子牙 你都这么年纪了还干这事 这并不是个女子 她是个妖狗 感谢观看